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个动作就是让叔叔撬起兰花纸 然后一只手放到我们脸下面的位置 另外一只手就是拿起毛笔去勾勒我们的脸 我们这次的拍摄主题是画质 所以就是他这张脸是他自己画出来的这种感觉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个动作 这一次的道具还准备了一把折扇 我们让叔叔把折扇直接打开 然后折扇斜着在脸下方的位置 另外一只手直接去脱扇扇子的边缘 那这是我们的第三个动作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第四个动作 第四个动作我们是在台阶这里 然后叔叔坐在台阶上面裙子扑开 然后一只手把折扇打开 另外一只手去接天空掉下来的落叶 也就假装有落叶 我们就可以在前面加一个前景 接下来是子媳和叔叔的花式甩裙子时间 我们让叔叔把折扇 就是往上打 然后另外一只手提起裙子 然后直接往后甩 然后摄影师开高速女孩抓拍 那我们现在呢 是在一个非常大的台阶这里 然后我是让叔叔坐在上面 坐在上面呢 然后他可以一只手 往那个前面那个阶梯上面撑 然后另外一只手呢 拿着扇子往上挑 那这是我们的第六个动作 让叔叔来教我们的第七个动作 叔叔后面这个地方很漂亮 但是他后面有一个红色的非常明显的栏杆 从他脖子的位置穿过去了 所以我们让叔叔稍微往下面蹲一下 就是这个很明显的栏杆 不要从头后脖子的位置穿过去 就是往下面蹲一下 那两个手直接就是向上伸就可以了 那这个动作非常的常用 而且又简单 接下来这个动作呢 我们拿出一把伞 让叔叔打在后面 然后呢 另外一只手 反手去摸自己的小脸蛋 然后就是那种自己贼漂亮的那种感觉 又到了我们今天的结尾动作了 一般我们的结尾动作都会比较的简单 那让叔叔来教一下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动作 最后一个动作呢 就是直接拿着扇子 遮住他一半的脸 睁眼闭眼都可以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动作了 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